今天12月底中国铁路总公司将会实行新的铁路运营图 南京地区将会新增开往东北三省以及广东深圳的高铁动车组 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听 12月28号前后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运营图 南京将开通到哈尔滨大连长春沈阳以及广东深圳的动车组列车 旅客一般上午上车傍晚5点以后抵达重点站 开往东北的高铁列车为高寒动车组 可以在零下40度的条件下运行 高铁列车在东北地区实行两种时速标准 冬季时速200公里票价稍低 过了冬天恢复到时速300公里票价稍贵一些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